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朱仔介绍今天第五只要介绍的手标 现在是晚上九点 不要怪朱仔有时候有些标迷 最晚的标迷应该我回覆过 是晚上的点几两点 如果有试过朱仔这么晚回覆他的标迷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超过十二点一定很多标迷 我都有回覆过去超过十二点 然后早上八点几 我也有标迷我回覆过去 八点几打电话给我的标迷都有 所以大家屈指一算 你想一下 点几两点朱仔正在回覆 早上八点几有些也在回覆 有时候真的很多信息的时候 朱仔不是真的想不回覆你们 有些标迷说 为何朱仔你不回覆我 一两天都不回 有时候忙起来 200个信息要回覆 有时候我又招呼标迷 又又拍片 未必应接不下 所以真的要点时间 希望大家体谅 好了 镜头前面就是Citizen 一个真算系列 如果有好标迷 好记性的 或者我旧一些标迷 朱仔介绍过这一款款 不过是另一款颜色的 今次就回到这一款颜色 是一款 增转系列 你看到标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粒增转石 我看官网 这支标是三千零四十元定价 就是一款停产款 香港官网好像找不到 我不知道 如果有标迷找到的话 我记得是三千零四十元定价 八粒增转石 这支标迷都很漂亮 很闪的 这支款做了简金色 黑色放射性纹的标迷 配搭了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黑色放射性纹的标迷 在光的折射下 呈现了深浅黑色的状态 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增转石的index 另外12点和6点有金色的字钉 襯托金色的时分秒针 配搭金色的尖金圈 非常之特别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壳形也很特别 先讲其他之前 先看看为何猪仔拿出了这个东西 又是玩蓝宝石玻璃标面的时间 网上已经准备了 这条狀态 我们试看看蓝宝石玻璃有多几个劲 究竟蜇蜇蜇能够硬 這個位置是八格 這個位置八格 兩點位置是八格 其實全部都響 證明這塊藍寶石玻璃 相當厲害 除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還有一個清之外 硬度夠 沒那麼容易刮花 因為有些新的錶迷 未知什麼是藍寶石玻璃錶面 其實藍寶石玻璃錶面 是不是真的藍寶石呢 不是的 是合成物 堅硬程度 堅硬程度就是內刮花 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它的硬度和密度都比較高 比一般玻璃高 一般礦物玻璃錶面 就一到兩格 三格都見過 有些藍寶石玻璃錶面 比較差的就是六至七格 而Celizen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應該是用日本藍寶石玻璃錶面 都是八格九格 瑞士錶或者之前朱仔拍的J-watch 瑞士的藍寶石玻璃 是十格 九格至十一格不等 爆錶的 這個就是內刮花的程度 越堅硬就越沒有 不容易刮花 我們先看看錶殼 錶腳位置 我想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我很喜歡這個耳門位 你看那個角位 這裡的Cutting就是做了拉絲 接了一個雜角 這個平了的耳蓋位 我覺得這個造工挺漂亮 Cutting挺漂亮 還有挺貼手的 如果有錶尾之前買過豬仔介紹的另一隻顏色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未來的 這隻錶的主人 告訴他 究竟 戴上是否真的貼手 好了 三點位置有錶官位置 這個 就做了十個巴的防水 但它是做了拉退罐 有少少糊橋位 錶官也配上金色 你看到銀色的 這個位置有銀色的凸起 的護橋位 上下的耳蓋位 也是剛才朱仔這樣說的 有點Cutting 我覺得 這個造法挺漂亮 這個造法 就配上這個 鑑金色的錶帶 鑑金色的錶殼 錶帶也是實心的不受鋼 比較重壽 而且是漲卜卜的 它不是平的板帶 拉絲間了兩行拋鋼 這條錶帶 反過來 錶扣是做了Citizen的錶扣 沒有微調的 但它有半格 打開之後 就做了薄橋 銀色的薄橋 好了 再看看錶底 我們先說機心 錶底我們看看 不是花了 有一個膠膜 沒有滅 有一個Jet Hand Movement 寫著日本機心 這是一個光動能的手錶 我待會再說機心 E11 E111的E111機心 是一個MIOTA工廠的光動能機心 這裡也有寫到機心編號 另外 這個是 日本機心 Stainless Steel 10個bar的防水 以及 藍寶石玻璃表面 裡面都有寫到 手指甲的位置 都有寫到 好了 反過來 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MIOTA的E111機心 充滿電可以行6至8個月 充滿電可以行6至8個月 一個非常之正的機心 因為老實說 老實說 Cilison做光動能的一張出名 甚少壞 你記得6點位置 寫了ECODRIVE 12點位置 有Cilison的字 墨頭的LOGO 就是一個黑底白字 星期昌 都放了三點位置 都是白盤黑字 有個白色的邊框 有個白色的邊框 好了 試帶給大家看看 那個標徑 標徑就是 41m的直徑 而那個厚度 9.5mm的厚度 厚度也適中 還有很有手感的 戴上去好像很貼手 這個耳蓋位 我挺喜歡這個行形 之前我都介紹過Cilison 標是這個行形 真的相當不錯 你看到很貼手 戴上去我未改戴 當然改戴之後這個位置會貼手一點 沒有那麼降起 而且看上去的錶就沒有那麼大 41m的直徑 戴上了14.8cm的手腕 那試一下那個甩是多少 這個甩是挺有趣的 因為它這裡 剛才我說了 它的鋼型的耳蓋位 切了下去 雖然它的甩是47 但是看上去的視角 就沒有那麼大 因為這裡凹下去 就會變小了 戴上去 這個感覺 挺漂亮的 真是 豬仔都 覺得這隻標不錯 採購的時候覺得這隻可以 真的 很多標味會喜歡 可惜 豬仔本身訂了很多隻 訂了6隻 但是 最終回來 只有兩隻 只有兩隻 只有兩隻現貨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一個天然真鑽石 藍寶石 玻璃錶面 星神的光動能機芯 充滿電可以行6至8個月 光動能電前 1234678 8年才需要更換 好了 豬仔推介 1698元 1698元 一隻星神的光動能 真鑽石 上次買不到的標米 上次銀色殼的 全銀色殼 銀色針沒有金件 就1300幾400元 大約 揀金色 條帶就揀金色 因為 圈是金色 做了 index 做了金色 標的 做了金色 時分 秒針 做了金色 就不同 好了 1698元 也很便宜 因為外面賣2千多元 如果喜歡 豬仔推介的標迷 就不要錯過了 一個黑色的index 好了 可以怎樣做 在手錶概括內容下方 有豬仔在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可以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標 想在佐敦還是賴之鑽 好嗎 只有兩隻現貨 不要猶豫 猶豫就沒有了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給個讚讚豬仔 豬仔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筍標給你們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鐘 因為我看回後台數據 原來有一半人看我的影片 是沒有訂閱的 不知道是 暫時對豬仔 還未滿意到他的要求 或者是他忘記了訂閱 如果你喜歡我的推介 記得按下鐘 訂閱 好了 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因為我才會更加有動力 記得我是豬仔 我們下集見 多謝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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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